前段时间,斗敬彤被王妃叫去换乐之城,不仅献上了自己的综艺首秀,带来的作品换乐也一度备受好评,不仅得到了王妃的力赞,连同这次周迅前往换乐,也连连表白斗敬彤,往期的作品中最喜欢童童的, 而今天,斗敬彤再次现身北京机场,从曝光的照片来看,斗敬彤已经穿上了长衣长裤,俨然一身秋季的装扮,不过尽管穿着厚实,但他手腕,嘴唇,手背上的纹身,却还是清晰可见,只是这一次的机场出行,却是不见了他腰间了别着的堂瓷碑,但意外的是,斗敬彤的口里,竟然直接叼了一根牙签,加上豪放的走姿,可谓是摇身变成了社会童, 一边走着,还一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着什么,看上去十分认真,不过再看到镜头后,斗敬彤倒不再像从前那般高了,一脸笑意的挥手打招呼, 而另一只手还提着一个,貌似装着衣服的塑料袋,加上这身装扮,各位十分接地气了,虽然是不是粉带一脸素颜的模样,但皮肤状态看上去也还是十分不错, 对此,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,其实挺漂亮的,谁敢换这种发型试试,其实打扮一下还过得去,非要整得不良青年一样, 不过都镜头虽然五官不算惊艳,但若是好好的化妆,再将服装造型重新打造一下,想必也会欺眼很多, 只是对于这样的转型,相信也是十分渺茫了,无论怎样,还是任习做自己吧,毕竟这才是他的特色,本文图片均来源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